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不咱们今天嘛就上个礼拜香港一部好莱坞大片 2012末日2012上映 这个末日2012利用了一个玛雅人的这个传说 说2012年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 然后呢他这个电影拍的太真了 把美国那个航天总署什么NASA啊 说是他那的这个这个证明的消息 结果搞到美国的航天总署NASA在网站上 这两天正式发声明 说我们绝没有说2012年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 因为这个事情是有点问题的 2012啊 其实玛雅那个立法是当然是最重要 但其实世界上有很多预言都跟2012有关 但是前阵子玛雅特别有个长老 他大概也是个大巫师啊 就出来说了 他说这个是谎言 说玛雅立法是怎么样 是一个立啊 他一巡回到了2012终结 嗯 那表示接下来该有新立了 对 并不是说世界末日 人家出现新纪元 对 那是个新纪元 就像我们2100年大家还欢呼呢 对不对 但是说那有个叫Nibito 还是叫一个什么玩意的一个行星 要撞地球 但是现在有些网友说 就是这个猪流感 你那个罗马尼亚 你知道吗 罗马尼亚已经有一个人自杀了 这个人就加入了一个邪教 他认为世界末日的到来 就会是这一轮的这个流感 一个人自杀算是吗 美军说每年都有一两百个人自杀 对 美国军队里面 咱们看看 我跟你说 疫苗现在成为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大问题 你像加拿大开始 10月份就开始说 这是他们全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防疫运动 什么德国 法国都开始了 美国就不用说了 对吧 咱们看看现在的一些相关新闻 这个这一轮 甲瘤H1 你看啊 中国用了短短87天时间 中国是全球首个使用 甲瘤 H1N1流感疫苗的国家 然后呢 上海有一人说了 对于这种87天就研究出来的疫苗 我不太敢用 山东大蒜 因为甲瘤爆发和供应不足 价格飙升40倍 我们山东的大蒜呢 能够防甲瘤啊 这以为是防吸血僵尸吗 WHO最近发表声明 说大家都在问啊 说这个疫苗到底打几针够用啊 一针就够 但是另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啊 说10岁以下儿童需要打两针 然后市面上已经有部分保险公司 推出了专门的甲瘤险 这就是我说的 罗马尼亚一名男子 因为担心甲瘤是世界末日 门尽杀了 现在这个气氛呢 你知道吗 不得了了 人家现在讲了 就是说这个 中国 美国是按照30% 就是说我要接种30%的人口 这个目标去测算 实际上美国的产能也不够 他到现在也只有2000多万剂 还是多少剂不够 说中国现在据说只有10家和资质的 他的产能全加起来 到年底大概能生产6000万剂 这个甲瘤疫苗 然后说这只供全国5%的人口使用 那么我们要达到像美国这个人口 还缺很多很多 但问题是这个他又不死人 这个甲瘤有那么严重吗 怎么不死人 全世界死了几千人了 全世界几千人生什么病的都有的 那本来没有甲瘤的时候 平常你生癌都死多少人 全世界你去统计一下 徐老师 这个我进行研究 因为你得了这个病 我昨天晚上回家去查 这我跟你讲 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对于这个是说 死亡率是很关键的事 就是大部分人得了这个病 七天之内就可以痊愈 但是呢也有死亡的 而且儿童最危险 因为这个甲瘤H1N1 有个什么特点呢 一般季节性流感 是什么呼吸系统 甲瘤H1N1会造成进行性肺炎 肺部感染 而且它复制 它复制的这个速度 就叫易染性还是易感性 非常大 甚至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什么 到了冬天 跟季节性流感和这个甲瘤合一啊 它就会变成 有可能了 当然是 会不会变成一种 又有那个强的毒性 但是又有甲瘤H1N1的易感性 两件事情加起来 杀死全球一万人口 就是胡说了 就胡说了 大家不要听信 不要听信 谣言 这个甲瘤的初期症状 就是胡说八道 你就已经染上了 初期症状 你们不觉得危险吗 你都得过的 七天生意吗 对 我还后来又拖了七天 因为它就有并发气管 也就像你讲的 它会有侵入性的 就它最大部分 我去医院了 我不做了 我去医院了 你真的去 因为它会并发肺炎 或者气管炎 特别你小时候 如果有个哮喘的记录 就特别危险 这就特别危险 我以前有过孝瘤 是吧 那你得小心 它特别麻烦 我也不是小时候 我青少年死了 那也就更麻烦了 薛老师 那对英雄人物 格拉拉也有非常严重的 这个哮喘病 那这什么意思呢 但是那话说回来 过敏体制 就是它这种病啊 它现在其实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这整个所谓的株流感 原来叫株流感嘛 它是一个挺新的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稳定了呢 还很难讲 那就像你说的 冬天的时候 它可能还会再混合别的病毒 有可能再变种 那么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在质疑啊 全世界都有人质疑 这种疫苗的可靠性的地方 不在于 不只在于你疫苗生产过程 好不好 安不安全 还在于就算它安全 就算它可靠 它到时候还管用吗 就是说假如你要对付了那个玩意儿 它还在不断变的话 病情控制到怎么样 不知道 将来发展怎么样 不知道 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制造疫苗的工厂 现在发大财 哎呦 听说这个玩意儿啊 会产生六点几亿到十个亿的毛利 就是这个疫苗 你想 对不对啊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方面产能不够 各国准备的疫苗都没有达到它 很多人还不敢用 准备的数字 另一方面呢 愿意用的人就越来越少 像包括像法国 德国 加拿大这种国家 甚至是很多医护人员 就是重点人群嘛 医护人员 都是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 在他们那个国家 才愿意这个接种 一般人呢 怕副作用 你看他们最近就是 他有什么副作用 有的 不知道 就是你看啊 就是说 我就 就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我不是胡言乱语 咱们每人打一针吧 节目效果就好了 我为了你的健康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这个疫苗 他这个疫苗啊 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是在鸡蛋里弄出来的 对吗 猪怎么跟鸡蛋 然后他就产生 叫什么灭活 叫什么裂解 反正吧 就是他到最后吧 就没有复制性了 你明白吗 就是说 他打到你身体里边去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一看 哎 这孙子的相貌 我记住了 但是呢 他当时并不能复制 所以你也不会 怎么广广广广广发展 但是呢 你的免疫系统 有了这个memory 就记住他了 下次你真的感染 真的 他下次再改头换面了呢 啊 就像他刚才讲的 那就很难讲了 这事就不好说了 但是 就是说 你看 卫生部门现在讲 就说这个 那我们现在在香港能打吗 我们能有啊 香港现在这几天也在接种了 开始给小孩 给老人 去打 去打 我跟你讲 这还引起不平等 歧视问题呢 你知道吗 因为北京卫生局就说了 开头有一个说 我们大概 大家对他开始这个宣誓啊 有误会 有误解 就是说给北京户口的人 免费 自愿 给你接种疫苗 离红太阳近吗 马上 又游戴 北京人 因为北京气候现在常常人为控制 所以高位 没错 马上有人说了 说这个 你们北京人占便宜也太多了吧 高考也 北京人牺牲很多啊 对不对 因为常常不能上街啊 封调啊 为了全国人民看秀 我们心情的 这人家北京卫生局赶快就出来解话了 就说了 我们不光是这个北京户口啊 那些重点人群非北京户口的 哎 我们也考虑 我们那不更大问题 什么叫重点人群呢 政协委员 哎 你这 你这怎么爱这样讲政治 什么叫重点人群 就比这 你比这医护人员就是重点人群呢 就容易 容易 徐老师这种政治狂 你看 这2012年那个电影 早期症状 早期症状 2012那个电影不就这样吗 就最后得救的全身那帮 政要负伤啊 什么嘛 哎 那么你想说现在的这种问题啊 到底应不应该接种 他们在街上访问北京市民 你别说什么北京市民占便宜 北京很多市民还不爱接种的 有个北京市民接受随机采访 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 说我的孩子今年十六七岁 我不给他接种 他接种了以后发烧三十八九度 那不跟真得了一样吗 接种以后也发烧 我不知道 但是最近中南山就提出 他的意见 他也说呢 他说比如说啊 你说这个疫苗 咱就说八十七天 这么快的研制出来 当然研制 假如说你在研制过程中 你说我给一万个人做过实验 都没有问题 甚至这个什么 这个世卫组织也是讲了 就是说 全球死了这个几千人 没有一个 是因为注射疫苗 而死的 他说但是呢 中南山的意思说 但是你要真到几百万 上千万的人群 去接种这个疫苗的时候 恐怕是要考虑他的安全性 就原来那个样本可能不够 安全性 实验样本一开始可能不够 他的意思是 但是呢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说接种这个疫苗 你要开始扩散出去做的时候 中国的情况还很特别 中国情况特别在哪 就是这一次这个疫苗 我们说我们自力研发 八十七天世界最快 这种宣传啊 这种说法呢 一方面就很振奋人心嘛 我们中国人又是赶在世界前头 但是另一方面 他就很让人担心 八十七天 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 八十七天弄出来的 我要说 从洋没万 从洋没万 不不不 我们得到了国际的这个认证的 不是 就是那些人 就不相信中国 我说他们从洋没万嘛 我们说 我是不相信你太快 我们的疫苗 跟外国那个疫苗 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全球共享嘛 这事得大团结了吧 可是可是 咱们去下幅号行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再看日本道抗猪流感的英雄 这怎么又来 过来人 你现在过来人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里面 刚才我们看那些从洋没万 那个什么上海博士 是吧 八十七天弄出来 我可不敢 对 这里面包含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今天 老百姓 对于就是我们国家 自立做的很多的产品 甚至有时候这些政策 就本能的有怀疑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慢慢要接受 就是中国世界领先 这么一个概念了 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地方是世界领先了 你知道吗 比方说 红绿灯 它会显示时间 对 这是中国的专利 你看这多好的东西 对 美国他们就用不了 因为他们不肯付这个专利费 对 中国目前 我看英国的那个金融时报 瞪了一头版 瞪了一个消息 中国现在平均的电视屏幕的尺寸 世界第一 对 是吗 美国的平均的电视屏幕 全美国的居民的平均的37寸 中国呢 本来好像也差不多 但是就是建国六十年 就是借这个阅兵式的光 国庆期间电视平板电视热销 结果一下子 全中国的电视屏幕的平均尺寸 上升到42 好家伙 美国是37 全世界是32 这中国世界 这个也确实有意思 有个建筑学家跟我讲过 我就发现 他就说 他说你看 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绝大部分家庭 是以电视机为中心的 你看他的装修 全是电视墙 他以电视机为中心 对吧 他这个确实挺有意思 美国人呢 他电视机是放在餐厅的 他客厅内圈子 放壁炉的 读书的 中国人呢 现在还没到 所以我上次跟他们讲过 周刊呢 周刊如果要真正的发行的好 就是一家要有两个厅 才能会好好看周刊 现在我们还在看电视的时代 因为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通常只看报纸 就是说你不大会去看周刊 还是分开看电视 比较好 现在一家人在一块看 也比较容易互相交叉 你刚刚说那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老百姓 对于很多我们自己的产品不信任 当然是有很多产品问题过去 比如说三聚清安啊 那么甚至有时候是国家再三保证不出事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很多老百姓也有很多意见 你比如说像三峡库区 有些被牵过最近又出了一帮人嘛 那帮哥们也够惨的 就原来这个水要上升 他们说搬家嘛 搬了一回 后来还得再搬一回 为什么 因为原来搬了一回之后 那个房子不好了 后来再搬一回 现在要快搬第三回了 但是紧赶着搬 那房子还没弄好就搬 因为墙又裂了 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你们也未免有点把中国看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一个新的疫苗的这个怀疑啊 可不光是中国老百姓怀疑啊 当然 全世界老百姓 美国的这个我刚才讲嘛 他都是对于这个新疫苗很担心 而且你知道 这个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在咱们这个旧式重提了 当年在美国也是被称为诸位 你看这个照片啊 是1976年当时的福特总统 为了宣传这个疫苗 就在白宫 让人给他打针 让老百姓看 鼓励老百姓接种疫苗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一针 我看他这政坛呢 就是他最大的一次挫折 对 就当时啊 太难决定了 死了一个士兵 死了一个士兵呢 结果就一帮科学顾问 跟总统顾问开会 后来他们的反思 就回忆 说这帮人讲 说有可能 1918年的那种流感会来 可能性有多大呢 五十分之一 或者一百分之一 那么我跟总统讲 有一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美国会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死亡 那么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们要不要弄这个疫苗 就他就决定打 他就决定打嘛 他就决定打了之后 就是说一亿三千多万美元 国会也通过了 打 结果这个疫苗啊 一打出去 白打 发现了不是白打的问题 出现了一种病 出问题了 叫格林什么巴力症 对 从脖子以下呀 手脚无力 对 极少数的人会带来瘫痪 对 是一种神经症 害了人了 对 不是 不是这个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国家决策这件事情啊 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到今天你也不能说 他那个疫苗真的就导致了这个 但是问题在于是什么呢 说起来是个很偶然的事情 有一个医生 当时有一个医生 他呢 记得有一个录像带 有个教授讲课 这个教授讲啊 说这个有的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 会得会这个得这个格林巴力什么症 嗯 然后呢 有一个病人找他来看 他说你得了这个 有这个症状 说你注射疫苗了吗 说注射疫苗了 他马上就向政府报告 说有这个问题 结果一下子全国都来告状 嗯 你知道最后这个官司赔偿 一直到1980年 3000多万人索赔 政府要赔 说十多少亿的美金 可是你知道 到后来才搞清楚 他记错了 那个录像带啊 那个教授本来讲的是 有些格林巴力症 被人误解成 是打这个疫苗带来的 所以其实两者没有关系 也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到今天 就搞不清楚 都说不清 但是4000万美国人 接种了这个疫苗 呃 逐流感也没有流行起来 就这个这个 这个如期预期的那个瘟疫 并没有流行 作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 假如说对这个病是害怕 对疫苗又不够放心 有两种东西是可以使他们相信 说来说其实毛主席以前能讲的话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党 就是你现在的人啊 你病也是这样 股票也是这样 就这两个东西相信 群众是什么 就大部分人要是都打了 我就会去打 党是什么 你要说温家宝打了 我们就会去打 就很简单吧 所以当然这个角色就很难做 对不对 所以温总理得出来打一下 温总理 我根据福特的教训 温总理一定要慎重 为了温总理见 广告之后见 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艾滋病握手 就是什么 你看之前大家都有误解 也觉得艾滋病的传染 结果就是国际的领袖人物 对不对 那个重要的人物 他出来握手 但是问题在于 就是他们的这个争议 搞得我现在说实在有点糊涂 我也优国优民 我就说这个事 这个疫苗到底该接种还是不接种 好像我们卫生部门 包括各国政府 那意思都是大家去接种吧 我们现在只是疫苗的数量不够 就说接种疫苗 好像还是个有效方法 可是我在另一个科学家那里又说 说这个疫苗你要做到真能防止大面积的传染 你的这个覆盖率应该到70% 那么你现在又说大家自愿 你去接种 你明显到不了70% 那你到不了70% 是不是还是会如果真的蔓延还是会蔓延呢 所以这里出现一个跟疫苗有关的吊诡 这个吊诡是什么 就很多疾病啊 现在很多人就发现就是接种了疫苗之后啊 这个某些疾病 它在短期内 比如说它的这个扩散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厉害 理由在哪呢 就是很多人相信有了疫苗之后 它就掉以轻心了 这是最危险的 安全了 就要不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接种了疫苗 我就觉得我安全了 但是很有可能这个疫苗不一定是百分百有效 我们要知道疫苗不一定是百分百有效 所以你一掉以轻心 你不做好防护 结果你还是染病 第二种是什么呢 你觉得身边很多人接种疫苗了 你安全了 你安全了 你也掉以轻心 所以这是个跟疫苗有关的一个调诽 就是这个心理问题很重要 他们开门要说你们都用套 那我就可以不用了 没错 就这样 这边就这样 就比如说 比如说一些朴哥说 你们记忆平常都用套 是吧 那我今天哥们我就 就这种心理 就这种心理嘛 就是人家用套 我干嘛还用 但是我是准备用罩了 口罩 口罩 我觉得是不是戴口罩 管点用 戴口罩啊 其实也是个很大的误解 很多人以为戴口罩 是让自己不要染病 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别人 当你开始咳嗽 你觉得自己感冒 说你戴口罩 是一个对别人负责任的态度 这个啊 就是说这个猪流感 我就看 就当年美国福特总统的时候 美国猪农都还抗议呢 说不要叫猪流感 影响我们猪肉的 现在好像跟猪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闻到这种 得一小病免疫了 现在就不关了 我跟你讲 现在就不关了 有不少免疫的学的医生 给我们节目写信 就说我们本身啊 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我们的茶杯都没有加盖 他说有时候电视里 你们兔满星的直径大一点 都看得见 互相喷剑 这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杯子能洗就不错了 哈哈哈哈 还说什么 我们杯子大小都不通呢 还给我们尽叫这玩意儿 那我最小啊 对啊 你说这些医生 都不了解我们凤凰 这个 是不是你得了 你也得了 我就没事了 你就没事了 你看